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过去三天 俄罗斯选民陆续前往当地投票站 投票选出下一任领导俄罗斯的总统候选人 那不少分析预测 原任总统普京寻求连任应该毫无悬念 但是引起争议的是 有报道形容 普京为了铲除异己和杂音 禁止两位反对派候选人参选 就被抨击 这一届俄罗斯总统大选 只不过是普京制造出来的一场个人表演 然而有民调显示 普京的支持率超过八成 应该可以轻松赢得下一个六年的任期 同时也是他第五个总统任期 虽然当局宣称过去三天的投票进展顺利 但是投票的第一天就传出 有人对圣彼得堡一座投票站抛制汽油弹 但幸好没有人受伤 而在首都莫斯科也传出 有不少投票商被人恶意倒进的业体 企图要破坏选票 俄罗斯警方表示 他们在投票的第一天就已经拘留了至少八人 并严厉警告 任何干预选举的人可被判最高五年监禁 那么至于在俄乌战争当中 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 包括顿涅茨克 赫尔松 以及被并吞的克里米亚等地 早前也展开了总统选举的提前投票 不平静的是 在赫尔松就传出 有人把一个简易爆炸装置 安装在投票站前的垃圾桶 并且引爆炸药 但幸好是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而针对俄罗斯在占领的乌克兰地区 举行总统选举投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对俄罗斯发出了强烈谴责 并且重申 按照国际法 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企图是无效的 联合国将会继续维护乌克兰 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 独立 统一 以及领土的完整性 在俄乌战争中被俄罗斯占领的 乌克兰地区马里乌波尔 民众有秩序地为投选 新领任俄罗斯总统进行投票 有民众认为 既然现在马里乌波尔已经加入俄罗斯 他们就有义务要选出国家的下一任领导人 镜头转回莫斯科 当俄罗斯总统选举如火如荼进行时 寻求连任的原任总统普京 没有现身在投票站 反而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间官邸内 进行线上投票 在对着电脑完成投票程序后 普京还对镜头挥挥手 有莫斯科民众在投票后希望 未来六年新领导人可以确保国家团结 变得更好并得到尊重 只是过去三天的投票过程 也不是完全平静的 一路电视画面拍到 在俄罗斯各地的投票站接连传出 有民众故意把一种蓝色和绿色液体 倒进投票箱内 企图破坏已经投好的选票 但这些人很快就被当局拘捕 不愧知道 好